哈囉大家好我是宇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S23 Ultra的保護殼 那我這次訂了兩款 會訂兩款是因為呢 這兩款我看起來都很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款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乾脆就一次買了兩款 然後我們來實際裝裝看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看 然後哪一個會讓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把它打開來吧 這個是第一家的 裡面還有一個刮刮卡 然後裝卸說明書 超級簡單就這樣子 然後呢它有送一個水泥膜 所以如果我的這個手機的膜壞了 也許這個還可以拿來用 那這個就是它的殼的本體啦 哇這看起來還不錯耶 好我先把它打開來 其實往下一推就開了啦 然後呢它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殼啊它是透明的殼 然後這裡有一層膜 這個膜我們先把它撕掉 哇它這個透明也太透明了吧 這個這樣子幾乎是看不到就是玻璃 這個如果是我走在路上 看到這種程度的玻璃 應該會直接撞上去 好然後呢 這個四邊 這個四邊它是有做這個氣墊 也就是說掉下去的時候 你看它這裡有凸起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有凸起來一點點的 所以四邊是有氣墊的 好然後我們先把這個手機 把它裝上去看看吧 整個鬆緊度來講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不到非常緊 但是也沒有到很鬆 好然後呢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它是有 包上來的有沒有就是這個位置 它其實是有包上來的 然後底下這裡也是它這個有往上把它包起來 好這邊也是 好所以呢它主要就是靠上下這一塊 這樣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上下呢是有高過於螢幕的 然後側邊的話嘛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側邊並沒有說特別去高過於螢幕這樣子 那鏡頭這個地方呢 最外圍的這一圈 它是有高過於這個鏡頭的 然後 裡面的這一塊 裡面的這一塊 感覺是 稍微比較平一點點 好像有凸一點點出來啦 但是就是沒有很凸 所以主要是靠外面的 外面的這一層 這一層去保護它這樣 那整個後面呢是可以完整的 看得到裡面原本這個機子的顏色的 然後包含這邊 微微的這個三星應該也是看得出來啦 只是這個東西肉眼看就不是很容易看的 所以它可能需要某個 光線的反射剛好看得到這樣子 那以這個手感來講呢 它這兩邊這樣握起來 整個握感其實算是還不錯的 那厚度也沒有到增加非常多 然後上面的開孔呢 這裡麥克風孔 算蠻精準的 然後底下 底下開孔是這樣子 那S Pen呢也是非常OK的 可以直接這樣拿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整體來講呢 這個殼目前這樣看起來是還不錯 我覺得它如果側邊 也能夠稍微包起來的話 這個保護力應該就會更好 不過其實這樣子掉下去啊 你要剛好撞擊到那個側邊 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它這個地方 邊邊這裡都還有做凸起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那麼容易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地方它有吊繩的吊孔 所以你如果想要吊吊式的話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殼 那我這樣按起來的整個感覺 也都是還蠻OK的 所以這個殼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後面這裡會不會變指紋收集器呢 我現在這樣子壓是覺得還好 然後整個拿起來也不至於說太滑這樣 OK 所以應該是還蠻OK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殼 第二個殼呢 它是安薄熙的 哇 這個殼它就做起來好像比較有質感 這邊還有燙屏這樣子 好打開來看一下 哇塞 這個一個保護殼做成這樣 至於嗎 它居然還有用一個這個 袋子把它包起來 哇真的是太酷了 然後裡面也是有附一個膜 附一個膜在這個地方 可是它附的這個膜 為什麼上面是寫 For三星S22 Ultra的呢 好啦不管 反正殼不要記錯就好了 我應該是沒有訂錯殼吧 好打開來看一下 登登 哇這個真的是包得太費工了啦 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保護殼是這樣子搞的 弄得像這個高級禮盒一樣 好打開來 這感覺就是這個清水殼啊 這樣一個殼要這個價格 我是覺得好像給它有點貴 它貴都貴到包裝去了吧 我們也是把它裝上去看看 我怎麼覺得這個保護力 應該沒有我第一個這個殼來的好 試試看吧 裝上去看好不好看 好裝上去之後呢 好啦其實是也還蠻好看的 那他們是說呢 這個裡面也是有氣墊 只是它是坐在裡面 所以外觀看起來是 是這樣子 但是它裡面其實是有的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防摔 那我這樣看起來確實 這一塊是有比較厚一點點的 但是它不是厚在外面 它是在裡面的部分 然後螢幕凸起的部分呢 就是一樣是前後有凸一點點起來 但是沒有剛剛的這個殼凸的這麼多 好那邊邊的部分 這邊一樣有個吊飾孔 然後底下的部分是這樣 那這個地方喇叭的部分 它是直接這邊挖洞 它不是整個挖開 它是挖很多的孔 那S-Pen呢 也是一樣可以直接從這邊拿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好然後旁邊這個地方 麥克風的開孔也是蠻精準的 而且它開的孔算是比較小一點點 那這個殼的話看起來就是比較有裸機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全透明的殼 那老實講 我是覺得這樣子是蠻漂亮的 就是它非常接近你裸機在拿的一個外觀 那只是說呢 這樣子的防護力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後面鏡頭的部分呢 它有高過於鏡頭 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只有一咪咪 一點點而已 所以如果單純就對後面鏡頭的保護力來講 這個殼它的保護上來講是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它這個地方 可以再做高一點點出來的話 讓它再高出鏡頭多一點 那我就覺得這個殼 就好像還不錯 對於你比較想要展示這個 手機完整樣子的一個人來講 因為它邊邊是顏色的嘛 然後後面是這個顏色 這樣用起來的話呢 我是覺得就差這個啦 不然的話我可能會用這個殼 但是目前的話呢 應該還是會採用黑色的這個殼啦 好 那它們是有說這個透明的部分 它們都有加入一些材質 所以是不容易變黃的 但是說歸說啦 我現在剛拿到而已 所以還是需要經過個一年的時間去測試 才知道它到底會不會變黃嘛 但是至少呢 目前這樣看起來 這個殼是都還蠻漂亮的啦 好啦 抉擇的時候到了 這兩個殼 我到底要留哪一個殼呢 這個真的是讓我好好思考一下吧 到時候看我把哪一組殼丟出來賣 你們就知道我最後留哪一組了 那你自己呢 比較喜歡哪一種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這兩家淘寶的賣場 我也會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啦 因為畢竟都開箱了 那參考完之後總要有地方可以買嘛 但是我要先講這個沒有業配 這是我自己花錢買進來的 因為這兩個殼我在看它的說明頁的時候 我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就訂進來看看 那也可以讓你在訂殼的時候有個參考啦 因為畢竟大陸的殼 你沒看到東西 你也不知道到底實際長怎樣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啦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問我 那如果太久了 我就沒有辦法回了 因為我可能殼就賣掉了 所以你問我細節的話 我就沒辦法知道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